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 著名的情感专栏作家苏勤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 怀疑嘉庆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图老师 欢迎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信息 各位请看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啊 我根本不是你心目中那种男朋友的样子 我也没有嫌弃你啊 再说啦 我不是正把你往那个方向打造的吗 我真受不了你所谓的打造 我成不了你心中那个样子 我求你快放过我吧 不可以绝对不行 当初是你先追的我 现在想要放行 那绝对不可能 过去我们常说艺术是源于生活 但又高于生活的 但是如果你把艺术当成生活一样过 这日子会成什么样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勇22岁来自太原 健身教练 女嘉宾小白22岁 同样来自太原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 小勇 对 22 对 哎呀 着急了点 说说当时怎么看上这教练的 就是当时他就是一直和我聊天嘛 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我其实先开始还挺烦他的 但是他就一直坚持不懈 因为我是从初中开始 就特别喜欢看言情小说嘛 我就是一直想找男朋友 然后就想找就是 言情小说里面男主角那样的 他是哪个人物啊 小说里面不是经常描述男主角 然后就长得面如关玉 见眉心目的嘛 然后当时看他就是长得还可以 然后身材也高高大大的 你是一开始不喜欢他 因为他像小说里的男主角 所以你就同意了他了 是这意思吗 因为他一直找我聊 然后就是一直死缠烂打的 跟一个喜欢看小说的女生谈恋爱 感觉怎么样 一开始我觉得他简简单单 就是有一个爱好吗 我也就没有当回事 因为毕竟女孩嘛 你说看个电视剧 要看个小说很正常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我发现他简直就是一个小说迷 天天捧个手机在他看小说 就没完没了地看 然后你说免费的看完了吧 也就算了 然后你说在网上注册什么网站 看完了之后还要去买实体书 有人出了之后 就那实体书都买一大堆了 谁还没有点兴趣爱好呀 能看小说那算什么呀 那就兴趣爱好嘛 再说了人家肯定花钱的 然后呢肯定就剧情比较精彩一点嘛 你都看哪些书啊 网络小说是吧 就是比如说就是什么 八道总裁爱上我呀 然后还有穿越小说呀什么的 您得看的真是小说 而且他不光看你知道吧 就是他入戏特别深 就完全就感觉自己就活在小说里一样 有时候就是他下课我去接他 然后下来之后 他自己就哭着就下来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啥哭 这怎么也不说 我就去找他们同学 他们同学跟我说 他上课一直在那本子手机看小说 然后看着看着 因为小说的时候男主角死了 然后他就开始 你哭什么劲啊 你在那哭 那本来那就小说里面 那人家男主角多好一个人 就为了女主角 然后经历重重艰难陷阻 到最后都给死了 那我感动得不行 哭一下也不行 你分得清场合吗 你就上课呢 你在那干啥呢 那我想哭你还让我分场合呀 你不知道憋着对身体不好 你就这么冷血呢怎么 我跟你说主持人 其实这都不算他 慢慢就越来越来劲 因为一开始 我大一那会儿就是 上了一段时间学 就是觉得没意思 然后我就退学了 你是退学的 对我退学了 你学盖词是吧 有那个意思 有那个意思 你看现在学生都这样 任性啊 然后因为我刚刚 就是从学校 除了去社会的时候 也没有经验 家里头意思 让我回到家跟前 然后找一个工作 他就死后不愿意 非得让我留在那 说留在他身边陪着他 如果就是不留在身边 然后就要跟我闹分手 你说闹一闹就算了 他拿小说里头来跟我对比 说人家小说里头 男的怎么那么低 我又不是你小说里头 那些男的 那本来就是什么 那你觉得伊利安靠谱吗 多少伊利安全都是 然后男生隔开没多久 然后就出轨了都 再说人家小说里面 就是人家什么霸道总裁 人家男主角 那不都是放着好几栋大别墅 说不住就不住了 放人家少爷生活 这个伺候那个伺候 说不过就不过了 那你就为了 你就为了那点工资 你就要给我分开 我要是真有像他说的那样 什么家财万贯 开着豪车住着豪车 我还用站这儿跟你在这儿说这些了 那你想找工作在哪儿不用找 后来我不就是实在没办法 我就留在那块陪着他 找了一个就是教练的工作嘛 因为刚开始工作肯定要忙 就是相对来说陪他时间不就变得短了嘛 我就很长时间就没陪 他又跟我闹 因为有时候我刚开始入门 我肯定是要学习了嘛 就经常去外地 然后学习一些经验啊 就是关于健身方面的 有一次他就跟我打电话 打电话之后就跟我说 说他发烧了 宿舍里头同学都出去玩去了 要不都回家了 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难受都不行 他说让我立马立刻啊 就跑到他身边 说照顾他 我在外地 我怎么可能能赶回来 你想想你现不现实 那怎么就不现实了 那你说哪个女孩生病的时候 不希望自己心爱的男生 陪伴在身边呢 他应该是坐着自己的专机 飞过来的 就是什么 人家小时候里面都是这么写的 直接垂降到你的窗前了 是吧 送一束玫瑰 那你说人家 人家小时候门还写 人家远在国外 人家还能飞过来 那你在国内怎么就回不来的呢 对对对 我要真有那个 就是有那个能力的话 不可能说马上放一步步 去没去 去是去了没回来 那路是人走出来的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然后他就跟我分手 我一想电话里肯定也说不清 也解释不清楚 我说我回来之后去找他 跟他好好说一说 你知道我找他之后 他给我提什么要求 他跟我和好吗 他说你要捧着 我最喜欢的百合花 然后在我们宿舍楼底下 站上半个月 还得我们宿舍女生都看得见你 最显眼的地方 要不就不算 我不满意就不算 这是哪部小说的 我看小说看得少 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人家小说里面 人家男手人公 直接从南非 然后定制钻石 自己设计 然后还把什么名字 刻在上面呢 我就让他就抱出百合 那他说这个百合 这个生的我还特别生气呢 他就捧一出百合 两三天都不知道换一下 那百合花全都已经发黄了 一开始说好 站半个月哄一哄 我一想哄一哄 他也就算了 天天给我提要求 说今天这个花颜色不好 然后明天说这个花哭了 让我换 然后站了好几天 跟我说说 这两天不算数 让我重新站 总共算了我站了20多天 你就真站啊 不是 当时没想那么多吗 人家之后还特别不情愿的 就是原谅了我 那怎么就不情愿 那我到最后也是原谅你来 那我们学校还有男生 在楼底下 然后给女生摆蜡烛表白 那我就让你抱着我摆荒花 我就不相信 兄弟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老像了 你看给一个孩子累的 要是我我也心烦的 这件事过了刚没多久 然后那段时间 他又迷恋什么 就是那种什么变态虐心的小说 然后有一次我俩出去玩 就是玩得特别开心 回来之后俩人还有说有笑呢 然后我刚送他回去之后 我扭头一走 没过两分钟 然后他给我发个短信说 我们分手吧 不合适 别问我为什么 只记得我爱你 当时我就整个人就蒙圈了 我扭头就去找他了 找他之后人家跟我说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就是 你确认你正常的吧 那我就是跟他开玩笑 那你说两个人就平平淡淡在一起 也没什么意思吗 平常吵吵闹闹才能增进感情呀 我觉得 这也是小说里看来的 这是第一次 然后说没过两天 又跟我分手 平均几乎两天分一次手 各种方式分手 分完之后让我求他 求他 然后跟他说好话 说浪漫的话和好 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就是想 就是想看看他 就是我跟他分手以后 他到底难不难过吗 那人家小说里面 然后女主和男主分手以后 那人家就是男主 全都痛不欲生的 我就想看看他什么表现 看看他爱不爱我 不是 那小说里面 男主和女主分手 女主有痛不欲生的吗 也痛不欲生 兄弟 你试试呀 当时我肯定没有想那么多 他后来 你看不读书多害人呢 你读了书 他就没法混了 我不爱看那些小说 那我不是都是为了 想证明一下你喜欢我吗 这有什么好说的呀 对大家 是 主持人你知道他 让我做什么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跟我分手 就让我求求他就算了 然后后来 他就越来越来劲 我要不表现的 要死要活 要不自杀 然后要不就是自虐那种 他就觉得我不浪漫 觉得这样的爱情不轰动 那你自杀了吗 那我肯定没有 我又不傻 那你自虐了吗 那也没有 为他死一回 我还能在这儿 站在跟他处地接老 那我还能真的让你死呀 那我这么爱你 我还能真的让你死吗 你爱他吗 爱呀 你要爱我 那次你能让我去这 指针里收你药瓶 说你把这个安眠药都吃了 我就跟你和好 那我还能真的让你吃安眠药 不就是一盒糖吗 那你最后也没有吃呀 那我知道 到底那是啥东西了 你没吃啊 我又不真傻 你怎么熬过来的 兄弟 因为毕竟时间长了 已经经历这么多了 我说不行就过去吧 我就迁就了他的点 但是后来他就 最后你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 我不是工作 刚刚就会稳定下来 然后他就是看什么霸道总裁 说什么人家里边的男的 都特别有钱 说我没有上进心 现在我这个工作 达不到很理想型的样子 那我从来都没有钱 那我从来就是嘴上这样说 那我就是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人 那还不是和你在心情 你让他干嘛了 我就让他辞职 然后就是自己创业什么的 死了吗 我没辞 他给我辞了 那你自己犹犹豫豫的 那当然就得我帮你迈出这一步了呗 你知道他怎么做的 正好那两天我又在外地呢 然后他去找我们老板 他跟我们老板意思说 我能力比较强 不适合做这个 我有更好的行业等我去发展 你说这我还咋找人老板说 我回都回不去了 那本案就不应该回去 你就应该辞职啊 那他要做什么 你让他做什么 做总裁啊 如果可以的话就做总裁 你觉得可以吗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现在还年轻嘛 你大概觉得他什么时候 可以做上总裁 我觉得如果他是从现在开始的话 我觉得再过就是五六七八年 我觉得都有可能 那不要他很努力嘛 到底是多少年 七年吧 后来他做上了总裁 但是你不在他的身边了 这也是一部小说 我觉得也是 你看过吗 一般这种情况下 男二呢才会就是有了钱以后 然后才抛弃你 可是你们俩的生活 他不就是男一吗 对啊 原来你有男一 没有 他是男二啊 他是男一 你看这要把生活和这戏剧放在一起 那真是混乱 工作没了 没了然后已经没工作 我想要我就试一试 万一要真成功了 你说不相对来说对我来好一点 对你快了 然后我就去做了 做了之后没多久就是几乎就惨不忍睹 一直都是失败嘛 然后实在没办好 又回到我以前的行业 就这哈 他不光是不安慰我 不跟我站在一个战线上 他埋怨我 说我干啥啥不行 那本来就是什么 那人家小说里面 人家那些男主角 十五六岁 全都在金融街展露头角了 那你二十多岁 我给你提这些要求 让人辞职 自己开始创业 也不算过分吧 我特想问一下 你看那些小说里 女主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得长得多漂亮 他们在干嘛呀 就是比较温柔懂事嘛 还有呢 然后长得漂亮 还有呢 一般女主角就这样就够了 那你觉得你符合女医的条件吗 基本上比较符合吧 基本上比较符合 反正就这么熬过来一点多 就接着熬呗 那你今天到我们这干嘛 我父母没多久就知道这件事了 我妈就让我回去 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还小嘛 我说不行就回去 跟我妈就是解释解释 说一说 然后就是我领她回去之后 我妈就特别不待见她 就觉得她红颜祸水 就完全把我害了那种 因为刚从学校出来 就因为她折腾这么多事 我妈就压根就不想见她 她因为这 然后跟我妈还生气 说意思她自己没有错 然后跟我妈还吵吵起来了 那本来那我就没有算 我对你是信心满满的 我以为你能成功 那谁知道你不成功 那明明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全都要怪我呀 你看主持人 她到现在她都不知道 她自己到底错在那儿 她跟你父母吵起来 所以你也受不了了是吧 然后因为她连我父母 都不尊重 最后她又说 她跟我父母吵的时候 然后我又不跟她站在一起 然后她又开始 那你就应该和我站在一起 那就一看你也就没有 跟你父母说了什么好话 那你单凡说两句好话 他们就不可能那样对我呀 那你也得看看 你到底做什么事了吗 那我做什么事呀 她跟我妈说什么 就是当我妈面跟我说 说你看这小说里头 那些男的为了女主角 那人家本来小说里面 就是什么 就为了女主角 然后都能 就是连父母都不要浪迹天涯 哪个小说是说 连父母都不要了浪迹天涯 好多小说 哪本 那我最喜欢的一本就是 《再生远我的温柔暴君》 小说里的主人公 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就是男人为了女人 就不要父母 行走天涯是吗 就是里面 然后就不做人事是吧 那我也没有做什么呀 她就到最后 还拿她的小说来跟我说事 然后来跟我对比 你想一想 就是为了你那些小说 都做了多少事 工作没了 父母也跟我生多大气 你到现在还跟我提 你那些小说呢 那你怎么着 分不分手 反正我觉得她现在 她是没救了 想分手吗 我不想 得分 那我不想分手吗 有一部小说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男主 实在受不了女主了 他提出了分手 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不要受伤圆满一点 你读这些小说 读了多少年了 我从初中开始 就比较喜欢看 看书是个好事 但是也分什么书吧 老师们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真是把小说 当日子过的孩子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也看过一些 这个言情类的这个作品 我发现这女主角 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男主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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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本日子还是要落地的 好 谢谢 来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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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道总裁 曲总 来 女孩 问你个问题 你到底是喜欢看小说那种感觉 还是说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 两种感觉你更喜欢哪 那我还是更喜欢 和他在一起的感觉 你骗人 那更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 为什么在他的生活里 在你跟他的交往当中 频繁地去提小说里怎么样 你完全是按照那个小说里 那种情节 强安在他身上 为什么 我就是想让他表现一下 因为他从来都不会 做什么浪漫的事情 他跟我就是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既然喜欢浪漫 他又不是浪漫的人 为何要找他 那我先开始 我就觉得就是 他长得还比较符合要求 小说里的那种感觉吗 对不对 姑娘 分清现实和虚幻 你如果现在 还只是生活在小说里的话 你就不应该谈恋爱 因为现实当中 没有小说里那种人存在 如果你谈了恋爱 就要分清楚 我到底是跟一个 现实的人在谈 还是跟小说里 那个主人公在谈 你这两点如果都分不清楚的话 你太幼稚 你一直是在跟你 幻想当中小说的 那个主角在谈恋爱 在现实当中 你发现 哎呀 和我的小说里的那种感觉 相差得太远了 好 你只能一步一步 把小说那个情节作为工具 来改造它 比如你拿着百合花啊 站在楼铁几十天啊 这全都是小说里的情节 女孩 就与你来说 现在不应该再看小说了 你应该学习东西了 因为迷恋在小说里头 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就是 你在逃避现实 如何能够作为一个 真正独立的自我 就要先充实自己 你的学业怎么样 有没有因为爱情 因为小说荒废啊 上课是不是还在看小说 你至于哭了 你知道那堂课 老师传授了你什么吗 所以现在你先做好 一个学生好不好 毕业之后做好一个 真正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 有能力的人好不好 之后 那会儿你再去看一遍 所谓的霸道总裁 你就知道 那只是在你空虚的时候 弥补一些 你的生活点缀而已 而真正要找对象的话 一定要看准这个人 由外表到极里 这个人真正是你喜欢的吗 如果不是 不要强求改变他 更不要用什么虚幻的东西 去套在这个人身上 好吗 谢谢曲总 这是总裁的话 来听听杜老师怎么说 莎士比亚说 写戏的人是骗子 演戏的人是疯子 看戏的人是傻子 我们都曾经做过傻子 在电影院里面笑得欢畅淋漓 哭得稀里花了 但看完电影之后 各会各家 就死打住 但你不一样 生活是生活 戏是戏 我看你就是闲的 作的 多闲呢 你成绩肯定不怎么样 要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 看小说 一本接一本 看完了还要去畅想呢 正好也找到了一个 跟你对应的傻子 跟你一起作嘛 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他在他的构想的情节当中 永远是女主人公 你顶多是一群眼嘛 他给你带入什么环境 你就跟他进入什么环境 你看小说之前 小说前面不会写 小说是来源于创作嘛 即便有一部分的写实 也要进行改编嘛 你不知道那不是真事嘛 你知道 所以你不要装作一番无辜的样子 你明明知道那是假的 还要拖一个人来跟你 营造这种所谓假的气氛 那就是因为生活当中 没有太多的事折磨你了 如果你明天就没有学费 如果你明天就没有饭吃 我看你还有这么闲呢 我看你如果你自己出去打工 辛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时候 你还会想什么抱着鲜花 在楼下等你吗 你就是闲的 我告诉你 生活当中真正发生的故事 远远比小说要精彩得多 你要是不信 你就来看看爱情保卫战 点点都有 所以说最后送你一句话 你如果认为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的话 那么戏如人生 你又何必当真呢 对不对 好好读读书吧 读点有营养的书 可以吗 你 你也读点书 我老是不说你了吗 别当群演了 演回主角 好好地在学校里面 重新读书 重新开始人生吧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姑娘别再作了啊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我以后就是尽量少看小说 然后我也不拿小说里面的事 然后让你做那些事了 我就是想就是好好的在一起 平平淡淡的 也无所谓 你不要给我分手 如果你真的能从里边走出来的话 我希望就是 就像图里老师说的 我也对你负责任一点 如果你真的能走出来 可能也会还会有以后 但是我不确定你 现在的你到底能不能走出来 我真的能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就慢慢磨合嘛 我们慢慢改 请亮灯 你们俩回去吧 谢谢你 请回 一个能把小说 当生活过的姑娘 也是神了 来请关门 在最后那几秒 当独秒声 嘀嘀哒哒催促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个 特别不好的感觉 姑娘是女一号 小伙子是男一号 你们仨 分别饰演了女二号 男二号 男三号 我在里面又打了一次酱油 他把咱这节目 也当小说的一部分了 好了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接下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自己去负责 人生不是小说 人生只能来过一次 下面来认识下一对嘉宾朋友 了解一下他们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就因为丈夫的抠门 就要离开这个家吗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老陈44岁来自浙江 是一名个体 女嘉宾李姐36岁来自浙江 这位湖北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浙江 湖北怎么成的夫妻 网上认识的 网上认识的 通过相亲认识的 通过相亲认识的 网上相亲 网上相亲 然后我们是09年办的九夕 这次来是跟她讲清楚的 因为从相亲 然后到结婚到生孩子 她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很小气很小气的 我就觉得我一直在委屈求全 直到最后就是上个月 我的儿子 然后他本来是很小的感冒 平常就说吃点药 不去看医生 活生生的把孩子拖成肺炎了 挂水挂了一个多星期 我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合眼 然后我说之前你对我小气也就算了 现在对孩子都小气了 我连医生都舍不得看 花这个钱看 所以我就绝望了 想来想去 我觉得回娘家是对的 然后带着孩子回去 然后觉得她跟我过的话 我以后替她做主 不会受这份罪了 所以说我就来跟她讲清楚 回娘家多久了 回娘家也就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对 你没去接啊 没有 为什么不接 不想过了是吧 不是 我打过电话 只打过电话 她娘家离你远是吧 有的也 你是为了省炉费对不对 也有一点 也有一点 他就是小气 你真行啊你 他就是小气 我们相亲的时候了 他说请我吃自主餐 结果他带我去他们公司的食堂 去吃的自主餐 他吃的是那个五块钱一份的 那食堂怎么不是这样 我今天在那边吃 吃了他的公司的同事 还过来拼桌 我都不好意思 然后一看 本来是相亲两个人在一起聊聊的 就是回到十年前的话 那人家也会知道去一个安静的 比如说咖啡厅 高中党的咖啡厅去 聊聊天吧 那我当时是想对啊 把你带到那边去 一个外我朋友啊同事啊 他说我谈了女朋友 就是叫我给他带回去 看一看 是吧 你解释一下 当时我是认为你比较实在 然后后来了我就跟你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 你又限制我花钱 这个不能买 那个不能买 随便买你什么 那你挣钱吗 我在上班 在公司里面做文员 你上班你挣钱 他就说 然后这个衣服不敢买 你已经有了 那双鞋子也是多余的 护护品化妆品更不用买了 后来我就没办法 我把我的公司卡去交给你了 那是我们赞钱不容易啊 那个上班赚不到钱 工资挺低的 拿不了多少钱 钱谁管 他在管 老陈可以啊 媳妇也娶了 钱也管了 像我之前 工资卡没有交给他的时候 我自己像女人们要上班的 稍微也要打扮一下 像我的那个护护品 还有化妆品 你要买个几百块钱的 后来我钱交给你了之后 你就不让我买 不让我买 我就不买 我钱不是都给你了吧 不是也有给你的吧 给我冬天到脸上特别干 我给你磨了几天 再给我50块钱 50块钱 你说你能出去买什么 那我们男的 早上出去晚上回来 都从来不差 有日子能过 那你男的事不差 那我的同事 还有我的小姐妹 看着我皮肤这么干 然后都褪皮了 他们说你怎么做女人呢 她小姐妹是当老板的 我们是上班组队 好好好 我问问 她是对你抠 对家里的长辈什么抠吗 对长辈她倒不抠了 就专门对我抠 从来不陪我逛街的 但是她的爸妈 就是去逛一次街 然后买一套衣服 都是几千块钱 然后我说你怎么不省钱了呀 我买个父母 我对吧 父母养我容易嘛 删我养我对吧 我买套衣服 小姐她怎么不容易 你给岳父岳母花钱厉害吗 也买的 也买是吧 买也买一些 不扣门是吧 好一点嘛 就对岳父岳母 他爹他妈他不扣对吧 对你们俩他很扣 对 很扣的 他扣朋友吗 扣 然后我的朋友很远的 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远方的朋友过来了 很几年没见面了 我也很想他们 朋友来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要请朋友吃饭 你到时候记得买单啊 你还不肯 当时就不愿意 我就把你强拉过去了 强拉过去 你当时是怎么比较便当 干嘛到这种高档的 在这里去喝费门 多少钱 那去了都已经去了 你起码就是说 就把单买回来 回来再跟我说也可以了 你当时给我一点面子嘛 然后后来我就 二十年里还玩你的手机 面子 面子重要 且重要 我们也没钱 怎么弄啊 那你后来 后来你跟我吵起来了 说人家点的菜贵 人家自己把钱付掉了 你说我后来我怎么想 那顿饭一共吃了多少钱 就一百多块钱 一百八十多块钱 你都没付 我身上没钱 可以 那你身上没钱 那你朋友来 你自己的朋友来 你自己的朋友来了 然后你请他们吃的 都是千二八百的 而且还去那个高档的一点的饭店去吃 那我朋友 我总的生意就累忘了呀 抢着买当 那我打交道也是有生意的呀 老陈你是不是觉得说 我打同他们出来 大概就扣这个钱都不付 那生意怎么做啊 老陈你 如果我同他们出来 生意做活了对吧 什么东西 我们日子还 不是好过的吗 老陈 在你那儿是不是 这钱如果出去了 能挣回来 你愿意花 如果出去了挣不回来 你是一分都不愿意花 是有一点这个呀 我想每个人都差不多吧 那你对我朋友不好 你对我应该好一点吧 你说你们去外面吃那么贵 然后我在家里头 我有时候说 你也请我去外面吃吧 你说吃什么啊 就在家里烧热好了 叫你去买菜 你舍得买贵的菜吗 买个白菜吧 还把外面离成叶子 还叫人家剥去 人家不肯给你剥 本来就要剥掉的呀 不肯剥 你还让人家送两根葱 我就这样想你是过日子吧 过日子后来我们结婚了 结婚你有没有跟我拍婚纱照呀 拍婚照 我们确实没钱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好好好 那你省了 你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当时说 我把这个结婚照的钱省下来 风光一点的婚礼 然后我当时听到也挺乐意的 你自己的亲戚朋友 你写的是高档的酒店 然后让我也把琴铁上写上高档的酒店 后来我们的亲戚朋友过来了 你把他们接在 我琴铁上写什么 写的高档的一个 他是个地址 就是我们一个 我我朋友一个开了饭馆 小饭馆但不大 我怕他们找不到 就写了那个新几的饭店旁边 啊明白了明白 实际的一个 苍蝇馆是吧 后来把亲戚朋友一来呢 他把他接到那个小饭店里 我当时就傻眼了 而且还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吃 回家了还跟我炫耀 他说你看 我们今天请客人吃饭 没花多少钱 我红包收了不少呀 当时我就想 人家亲戚好友 怎么在背后说我们呀 这不是骗人家吗 大家笨的是五星级饭店给的份子 去了之后是负五星级 是这意思吧老陈 行 你生意做的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估计也就不怎么样 要这么能把生意做好了 那真是 接着说 我现在连朋友都没有了 我的闺蜜 有困难的时候 问我借钱 然后我当时跟她商量 我说你能不能借一点 你说你不肯 你不肯就算了 我自己怎么借 怎么借给别人呢 我都想不通 那你为什么要 恰恰打电话证实我 有没有偷偷借给她 你说我当时我还想跟她解释的 我没有打没有打 你不要胡闹了 你不解释 人家就不理我了 我还有朋友嘛 对 这钱借没借啊道理 后来没有借 然后她就硬说 这个朋友她就说 借了肯定不会还了 对 有借无还的 我说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我说这是我多年的闺蜜 你把我的朋友给得罪了 老陈你这就不太好了 你得相信我 我没有这种事情啊 我当时我自己家里都没钱了 怎么有钱 能借钱给别人 那你就直接跟她说 家里没钱不就完了吗 我一个朋友结婚了也是 也是让我丢尽了面子 她那个结婚的时候 我正好在外地出差 没有赶过去 我就跟她打电话说 你给她包个大一点的红包啊 我红包不是给她当时 答应的 给她 给她后来的 我那个朋友 有点嘲笑我的意思说 现在还有包50块钱红包的 哪年啊 去年的事情 去年 嗯 那别人呢 以前我们结婚 她一包我没多少钱 可以 老陈你真可以 你算得真精 过生日 节日 什么结婚纪念日 我都没过过 然后我提示她过一次 结果就给我烧了个长寿面 给我吃吃 那我能亲手下厨 给那些烧饭吃人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啊 这个我觉得 那后来送了项链了 项链 为什么我戴了两天 脖子发红还起疙瘩了 然后你不是说 跟我说是贵重的吗 然后说还有专卖店的 贵重的 然后我同时还在笑话 我说变色了 我当时脸都红了 怎么会变色呢 我发票都在家里 还在那儿 我项链车子在商店里买的 你说是在地摊上买了二十多块钱的 你到底是地摊货还是 我这商场买的 多少钱啊 那两千多啊 结果我想了有了孩子之后 你可能会对孩子总归舍得吧 总归会喜欢儿子的 想想看儿子生下来 你又花了多少了 出生的衣服 人家亲戚朋友给的旧衣服 你开心的 你说最好是旧衣服了 那小孩子对啊 那时候小孩子小对吧 容易长大快啊 那奶粉呢 奶粉你怎么都买的便宜的 奶粉买的便宜 那是网上搞出销买的呀 那你买的几条布呢 我说说大家肯定要笑的 你买的几条布都发黄啊 这个怎么发黄啊 我感觉还没有吗 总归他这个颜色就这样 也有了 也有了 孩子每次一生点小毛病 你说不要看了 你没必要花这个钱的 让孩子吃多药了 以抗力会差 现在我反正看到很多孩子 只要一生病了都去大医院 人家一生说挂水就挂水的 后来呢 你不听 后来孩子有一次感冒了 然后咳嗽 你还是说去小诊所去看 小诊所就开了脸药 结果发烧了 我们着急了去大医院 一看一生一诊断 说是 说是被你们活生生的 把孩子拖成肺炎了 像肺炎的话 一般来挂水 一个多星期才会好 那一个多星期 我睡着 知道了吗 不不不 我听明白 这有点像祥林嫂了 这事儿一上来就讲过了 看来老陈这么多年 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 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 是吧 我就觉得我 我好像在委屈秋千 我觉得做一个女人 这样过得挺委屈的 好好好 老陈 咱是家里确实没钱 还是咱有点抠啊 那我们过日子吧 总归要进哪戏车的呀 好吧 你这么跟我说吧 嗯 老婆和儿子你还要吗 要啊 要你干嘛不去他 娘家接他呀 娘他接我 家里有事情啊 那个等他打电话 去不了的了 今天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啊 来这里就想 接他们回去啊 是谁要来这个节目的 我 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呢 因为他一直跟我打电话嘛 叫我回来回来 然后我就想着跟他到这里说清楚吧 好 你们俩现在钱谁管 现在钱还是他管 你能把他的钱还给他吗 怎么还给他 不 就从今以后他的工资 他自己管行吗 如果回去他自己可以啊 如果他不回去呢 不回去吧 我也没有管不到了呀 他要跟你离婚行吗 如果他为了这种小事情要离婚 那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算听出来了 老陈的意思就是 我就这德行了 要跟我过就过 离婚那财产有人一半知道吗 为什么 跟你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不分人一半房子吗 呵 儿子谁带啊 谁要啊 儿子我想要 那你儿子走了一个多月 你也不想啊 想啊 那你想让他们母子俩回家吗 想啊 那怎么才能回家呢 嗯 老陈不仅这个钱算得精 话也算得特别精 他不愿意多说 多说一句话 老陈嫌多费了点力气 你是抠得太精了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家还是要回地 找台阶来了是吧 万一这个台阶搭不起来 你会真跟他离婚吗 离婚我是思想 想 一定要咬死 是为了离婚来的对吧 对 是的 我就是 就是要离婚的对吧 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是想要儿子跟着我 我对他负责任 对 只要他不改 你带着儿子就走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 老陈听明白他的要求了吗 嗯 下面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秋笔特问卷 李姐 你每个月工资多少 我之前的时候 没生孩子的时候 一个月三千多块钱 现在呢 现在生孩子一个月 只能挣一千多块钱了 你是每个月发了工资是直接 工资卡交给他 为什么要交给他 因为他说我这个不该花 那个不该花 我想到 老公嘛他说了嘛 我就可能觉得自己确实 他说了你就交给他 对 我只觉得女人有一点啊 就是 手上一定要有点零花钱 这个零花钱就是 万一你今天出去 遇到一个什么事 你说我包里 连二百块钱都没有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今天天黑了 回来我没有公交车 我至少有打车回来的钱吧 还有一点就是 在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 他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 因为他自己经营的店铺嘛 然后每次都是因为我在上班 他那边挣多少多少 我都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然后 你从来没看过你们家存折吗 没有 然后他卡里面的那个密码 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觉得 我也没有去问也没去查 所以我觉得 那个今天回去之后 第一件事去银行 把两个人的所有的这个收入 对账单打一遍 看看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 就算不过了 这个钱是一人一半的 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 所有的收入一人一半 这是你的权利 另外一点 其实刚才你的太太评价你啊 说你就对她特别抠 然后对她的朋友特别抠 然后对你的父母呢 花钱很大方 对她的父母 其实花钱也蛮大方的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特别孝顺啊 后来我慢慢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有一些特别特别 抠门的吝啬的人 他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冷漠 也就说我认为这个人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值得我为他投入 这种种点点滴滴来看 我觉得 其实你对面这个男人 真的挺自私的 他对自己的女人可以不用那么大方 但是如果一旦升到那种连他必要的一些生活的需求 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不能要 你才36岁我特别惊讶 你完全没有36岁女人那种感觉 你特别像46岁的 咱不说你的外在 就是你的眼神 包括你的神情充满了疲惫和哀怨 所以我是建议你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这段婚姻和你对面这个男人 走不走出来跟不跟他过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刚才所要提醒你的是 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你要知道你们家有多少钱 该你的一定要争取 我知道他会阻挠 但是你要争取 我觉得刚才苏老说到一个非常关键 这个老陈的问题 就是两个字冷漠 其实你跟所有的人都是很冷漠 好像貌似对父母还好一点 那最起码 如果你对父母也冷漠的话 你就没得要了 你对老婆冷漠 对孩子其实也是冷漠 很难想象一个合格的父亲 有感情的父亲 在孩子生病的时候 还要去小医院 还要去托 还要去想到 第一我要先省钱 而不是孩子的健康身体 是第一位 当夫妻之间发生矛盾 都已经离家出走都几个月了 还是居然说考虑这个 路费的问题 还是钱 我问你 你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 没有朋友 你要钱做什么 你守着钱 能给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舒着玩儿 开心 开心吗 他要真觉得开心 今天他也不会站在这儿 你有朋友吗 没有 没有 没有真正的朋友 因为你所谓对有些朋友慷慨 你是觉得能从他们身上赚到钱 还是钱 如果一个人自己充满了钱的这种欲望 他能得到更多的钱吗 不能 就如同你现在生意一点也不好一样 因为你根本不舍得对别人付出 所有所谓的付出都是为了回报 你是一个很冷漠的人 冷淡于周围所有的亲情 友情 甚至于爱情 但是呢 一个冷漠的人 碰到一个可悲的女人 一起生活了五年 才今天 才颤颤巍巍的 才敢说我要跟你离婚 还在川儿的一再的 诱导之下 说出这一句 早就应该说出的话 而你为什么如此之懦弱呢 其实貌似你也被他所影响 你也从他身上所谓一次又一次的抠当中 尝到了甜头 但是你真是没了面子 所以 老陈 今天如果你能觉醒的话 先把钱抛在你身外 那是身外之物啊 你只有钱 没有任何的亲情 你存在价值就没有了 那不是一个人过的日子 我们不是机器啊 要那钱干什么用 没有老婆 没有孩子 没有亲人 没有父母一起来分享这份 幸福快乐的话 要钱何用啊 所以老陈 你网活了四十多岁 你根本就没有理解 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价值 很多没有钱的人 过得很幸福 很多妖缠万贯的人 过得很落寞 因为他没有人情味你知道吗 你再回下去啊 你就成一个机器了 太冷漠了 今天要觉醒了 好吗 一个对老婆非常的吝啬 对孩子 尤其是孩子看病 也极为吝啬 甚至由此而耽误了孩子的 治疗的时期 对于一个这样的丈夫 她怎么可能对岳父岳母 和自己的亲生父母 很大方 我认为这是个错觉 在我看来 这不一定是孝心 也许是别有所谓 我在生活当中 我特别不了解那些 把钱看得比命 比感情还重要的人 他们是不能够理解 家长里短 和人情冷暖 但问题是 我们很容易 把这种行为 他会有机会 有这种行为 是个错误的 的 更多 我认为 我们有这种行为 对 也不过 我认为 真的 我认为 有什么 我们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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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我觉得苏老师说的那点 我特别认同 你这个人好冷漠啊 老陈 你可以不表达 你说我木讷不会说话 但是你不能冷漠 你对人太冷了 包括我觉得对你的妻子 和你的儿子太冷漠了 怎么可能回娘家 一个多月你不去接呢 在琢磨琢磨吧 你也琢磨琢磨 36岁的人跟个祥林嫂似的 喋喋不休 有啥好说的呀 都那样了还不早离开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现在听了三位老师这么一讲 然后我心也凉了一大截 但是 但是我 就是来的时候 我儿子在问我要爸爸 我真的 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我也 我还 内心里面是不想在一起 但是我也说不上来了 老陈 我希望他要回去 那个毕竟小孩子 如果离婚的话 对小孩子不好 我以后会 为了 为了儿子 为了你 我 以后的我们的日子 我会改变一下 说你改变我 我不知道 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你 到底要不要相信你 你真的会改变呢 肯定给呀 好 前两灯 卡装着了吗 银行卡 在身上吗 藏哪儿啊 在家里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可以悄悄地 跟你老婆说起 但是你必须得说 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款 你过去告诉他 我们不愿意听 你去告诉他 跟黑带一样的 没多少存款 你得告诉他个具体数 真的没存款 我们都不听吗 对 不是说给我们听 就说给他听吧 我们听不到 还是跟我回去吧 哎哎哎 告诉存款多少钱 真的没钱 你告诉他 真的没钱 懂你收过了呀 一分钱没有 那一分钱没有是不值得 三五万有吧 没有 回去吧 可以考虑一下 哎 太让我失望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回吧 哎 看起来好像是 因为先生的抠门 导致了婚姻 出现了危机 实际上仔细一分析 这跟抠门 还没什么关系 我们还发现了 先生的这种冷漠 但是你仔细想想 为什么这个女人 还跟她过了 那么多年呢 我相信在门背后 这位女士应该有 自己的一些思考 希望今天的结果 能让所有的人开心 请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会儿得跪下来 把老婆求回去 听见没有 我们一起来见证 他们的复合的那个瞬间 我以后会给了 我以前才是对你这个太苦了太不好 希望你原谅 抱一抱抱一抱 一个队都没抱了 他连个拥抱都吝啬给啊 你这确实是本性难移啊 为啥不抱啊 你要是换一下 如果这掉下来的不是玫瑰花 是钱贵的 他肯定捡钱了 麻烦站在这儿了 还有礼物送 来吧 又不签了 一听礼物老婆就不要了 哎呦 你真行 和好的情侣 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来 开始 停 用老陈志明头皱的哦 恭喜你们获得了1000元的旅游基金 高兴点 跟我说你家到底有多少存款 真的没有 因为你家都没有 没有没有 一分钱都没有 哎呦 你不要让我撤走啊 这样 啊 行 你回家跟老婆交个底行吗 嗯 好 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带老婆走吧 嗯 谢谢你们啊 祝幸福 这手就不拉了 你看看 这边走啊 其实看到最后这一幕 目送他们远去的时候 理解了 老陈真的不是故意 这就是老陈对生活的认识 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认为说 有个老婆 有个老公 有这么个称谓 有个孩子 三口人在一起 怎么熬 那都叫日子 这也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吧 祝他们能把日子过得好一些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附老师 天天圈用户提问说 我和男女友 三年多了 一直异地恋 我们正准备结婚的 就从别人口中得知 她出过鬼 我很纠结这事 我该结束这段感情吗 对一段曾经 无法考证的 所谓的背叛 到底是事实 还是不是事实 其结果都一定是不欢而散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内心存在着疑惑 估计这婚也是结不好 在我看来 延迟一年结婚 或者是最好的选择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途牛APP 迎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 找途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云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剧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